所以这个六子的目标明确 唯求咒佛不求余物 各位前贤 假如说有人问我们 你要求什么 我们心里面怎么回答 会不会跟六子一样 大概不是 唯求这个生活能够富裕 然后那个作火煎的就好 煎的就好 最现实的状况就是这样 先求能够能够生活 能够物质很富裕 日用多很丰盛 是不是这样 没有人回答 这个内心都在想 对啊就是这样 我们要了解到 各位前贤 日用不缺即可 只要我们有的吃 有的穿 可以遮风避雨 这样就好了 我们在努力打拼 我们一口气不来 没有一样东西 我们带得走 一家人 我们就住不住 所以不用累积 不用借那些财 我们一定要借我们的八世田中的佛音 这个才是重要 因为佛音我们一直累积 成佛就一定有份 那我们佛音都不重 可以成佛吗 就成不了佛了 所以佛音一定要重 可以了解吗 了不了解 那佛音是什么呢 我们要了解 第一个一定要先追求明心见心 心性一定要了解 真理要透彻 然后接着下来 就一定要帮助众生 所以我们一直在帮助众生 能够使众生都离苦得乐 那我们佛信八世田中的佛音 就种得很久了 就真久 真穷久 所以我们一定要朝这个方向 一方面能够明心见心 对心理心法一定要研究 然后对所有能够有机会 有能力帮助众生 一定要尽力 而且要赶快 这个时间不等人的 很快 一转眼 我们一生就过去了 很快的 一四天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可以回想 我们怎么来到现在的年岁 我们想看看 我们怎么这么近的年岁 这么多月了 有没有想过 怎么这么一年就已经这么多月了 真的快 时间真的快 不等人的 所以要及时赶快 要赶快的努力研究心理心法 要明心见心